同樣的妳是妳 可不可以來北流駐唱 我幫妳妳帶著就好了 卸任之後帶夫人去哪裡多種種 唉有事就有事 今晚我想來點真心話 哈囉大家好歡迎收看今晚我想來點真心話 大家有沒有覺得真心話的團隊真的是越來越強大了 因為呢我們就是隨走隨拍 市長的行程到哪我們就拍到哪裡 但是今天是禮拜天喔 市長仍然是認真的辦公當中 所以市長妳今天要帶我們去哪裡 夢甲 微祥博物館跟北流 市長為什麼一直會安排很多這種走毒行程 叫5加3加2加1 5就是北投 大稻城 城北郎帶 然後再來是夢甲 還有一個是城南 那這5個城公園後來叫加3 北流 北宇松菸 加2那個山貓跟那個大宗走 重點是喔他的活動要每年固定一半 然後在公司協力 然後凝聚社區主義 然後就發展起來 市長的概念就是整個台北城 都是一個大型的博物館 然後有好幾個 所以我們等一下就是要去萬華 蒙甲這邊的五圍牆博物館走走 看一下當地有哪些的不一樣 以及不同角落的故事 前面是誰 欸欸欸欸欸 欸欸 欸 欸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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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幫你 你戴著就好了 市長這個未來會在這邊 也有課程 會教學生上課 在這裡 對 各位朋友 現在是市長猜歌時間 什麼樣的你 是你 什麼樣的你 是你 什麼樣的你 是你 認證之後 可不可以來北流駐唱 沒有啦 最多是你們那個dive pose 蓋好了之後 我要唱一首 唱一首 那 沒有沒有 我要唱一場 唱一場 這一趟下來 市長帶我們到萬華蒙甲 吃百年老店 還有看cosplay 甚至又到了南港北流體驗當DJ 這一趟走下來五六個小時 市長可以分享一下這個獨厚的心得 很累 走得很累 不過還蠻有趣的 你可以看到台北是不同的面貌 我還在想我們台北是有趣的地方在哪裡 你想想看喔 你在北流站五分鐘 然後在萬華再站五分鐘 然後到北投再站五分鐘 你很難想像 他們是在同一個城市 完全不同的面貌 所以是台北這種多元文化有趣的地方 那市長每次走毒就這樣一路吃下來 那個店一定要把他們家的店弄給你吃 你又不好意思不吃 大家要不要吃一看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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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家都吃一點到最後就撐著 另類的職業傷害是不是 對啊 在這個逛走毒的時候也體會到說 台北市這幾年真的是好像不太一樣 對啊 這優雅的文化嘛 一個城市的價值不只在硬體嘛 所以我們現在北域蓋好了 男是男在 欸裡面那個演的戲要有人來看 所以講到說這個文化其實是城市進步的動力 同時它也是軟實力 最近我們台北市有一個非常著名的品牌 就是白座之業 對啊 白座之業本來是在法國霸凌開始 它就是每年十月的第一個禮拜六 然後找一個地方 通宵達旦 然後把那個城市的藝人活動都集中在那裡 我們就覺得 欸 第一個台灣要與世界同步嘛 那就把一些世界比較有趣的東西進來 所以白座之業就當是引進的 要固定每年辦 然後我都每次辦了一定會寫SOP嘛 我哪在那改進啊 修一修 那明年再進步 到現在大概這一次就已經現場46萬人 那個 那可是網路還有147萬人 志林夜市的攤商欣喜作狂 從來沒有一個晚上賣到 沒有東西可以賣的 大家都說志林夜市又復活了 甚至有說幾百年都沒有看到志林夜市 對啊 那想看46萬人擠到志林 市林那個地方 一定爆了 哪些是讓你印象最深刻的呢 坦白講齁 我其實都是被四分八方爆出來都看不到 但是我覺得那個光雕也不錯 很多光雕 他這次有一個很特殊就是說 光標籤 什麼是光標籤 光通訊空間定位硬體設備 能將AR內容以坐標方式 部署在實體空間達到虛實融合 操作方式開啟app 在20公尺範圍內將手機鏡頭對準發光機器 就能看到AR虛擬物件融合在真實空間 你知道我們QR Code QR Code大概只能幾公尺 夜間或是距離到幾十公尺 他就變成要用光來掃 所以市長其實這一次的白咒之夜 有一個非常大的特色 是我們首度跟大數據中心結合 我雖然當時就說 要做線上線下整好 結果就發現 網站一個晚上來的40萬人 更特別的是11%的 IP的Jazz不在台灣 辦一個大選活動是線下 你弄一個螢幕你知道 一個網站 然後把每個地方的活動都拉進去 結果我們這一次線上當天估計之後 147萬人上去看 我相信很多都不是在台灣 從國外來的 現場非常多人很驚豔的是北藝 因為北藝好像自己也成為一個大型的藝術品 北藝本身就是藝術品 就被CNA選擇什麼全球八大最奇特的建築物 這一次白咒之夜 大家都說辦得很成功 有兩個很大重要的概念 包括都市的創新 然後還有公共空間的設計跟參與 所以大家都可以一起來親近這個城市 這個概念真的很像是市長當初在規劃 烏雷強博物館的概念 一般來說博物館嘛 就是弄一個建築物 然後把東西放在櫥窗裡面給大家看 可是我發現 其實可以被人家看的 它不只是一個物體 還有一個叫文化 生活 所在大稻埕他就跟你講 當年那個蔣衛水的醫院在這裡 當年台灣民眾黨創黨的地方在這裡 它那條路是有故事的 它是讓整個社區就是一個博物館 而且那個你會感覺到 歷史在你身邊流動 那才是最好的 那我們過去是怎麼樣把它整合 你要知道 政府最大的特色叫分共不合作 我們第一個微祥博物館是新北投 北投圖書館 教育局館的 凱達格蘭文化館 人民會館的 然後那地獄古形 公園處館 然後那個新北投車這樣做文化局館 那個什麼煤亭跟那個 汶泉博物館 又是什麼官傳局館 後來就說那這樣好了 那個北投區公所當平台 大家來開會 所有未來幾年 你們要做硬體建設 全部列出來 那排十成 一年幾月幾下半 所以我們還怎麼做整合行銷 以前就是一盤散沙 各自為政 中山站到雙連站 我覺得很得意 很得意喔 那都改變了地嗎 以前那個地方 待會兒就說 蒙蒙 現在聽說是情侶的 散佈的好地方 從中山到雙連站 因為你把那個弄好了 那在底下有成品店 那上面是現行公園 那都往兩邊擴 赤峰街就是這樣做起來 我現在目標是要從 從台北車站做跨橋 跨過那個市民大道 到中山站 然後沿著中山站 一路一直走 就是把那個中山站到雙連站 那個同樣的邏輯 一直要到新北投 所以市長之前你有特別講到 5加3加2加1 什麼意思啊 是數學題嗎 從新北投開始吧 北投嘛 最早大道城嘛 那再來是城北郎帶 萬華夢家又另外風 是老文化老味道 沒有 它清朝的嘛 如果城南台大 那個葉林大道 那個是大眾時期建築群最大的 在城南種了80萬顆杜鑽 以前那個仁愛路 大安森林公園 新一路看 我那杜鑽花開很漂亮 你都沒注意到 是你種的 我每年種10萬顆 8年種了80萬顆 那所以加3又是什麼概念 北流北益松菸啊 本來大巨蛋也希望在我這內完工 反正換信好了 我下任就卸任 他就馬上完工了 然後加2加1 是比較新的 比較後面 台北大眾桌其實還蠻成功的 也像象山你知道 你去看外國人很多 因為台北是一個盆地 完整外面這一圈 這個92公里 從那個木柵開始 可以騎河岸的腳踏車 這一段有30幾公里的河岸 那三貓呢 貓空貓藍貓雄 最後一個就是那貫渡 那貫渡劫 那市長有沒有考慮卸任之後 帶夫人去哪裡多走走 唉有時間我要去睡覺了 謝謝剛剛市長提到的這些東西 當然有些東西是原本就在那 有些東西是市長就是大力促成的 所以我們到底扮演著什麼樣的角色 那第一點 硬體建設還是要靠政府 第二 你是提供一個平台 凝聚這個叫社區的意見 其他還有美學辦公室 就把每個地方弄得漂漂亮亮 大稻辰他8月就設大稻辰情人節 10月就是那個 馬上就要來了溫泉季 然後還有那個 萬華就有那個青山王季 青山王公11月 還有一個很有趣的是那個 鬧熱關渡節 今年非常特別 那10月 今年有水上市集 我們大稻辰馬頭 我看一下很成功 後來關渡馬頭 我希望他能夠有不同的文化 立天市長在萬華 現在有很多年輕人的藝術家進駐 而且是很多潮流文化 那個叫店家改造 因為同樣一個店 他擺了100年舊舊的 後來我們找那專業的設計團隊 挑幾個店 因為你做成功亮點 就會擴伸到旁邊去 現在龍山市V2 那個現在就變動漫基地 台灣的動漫全部集中在哪裡 另外一個是西門町 可是市長那天你是不是有偷偷說 看到這麼多動漫 然後想說 欸好像出過很多書 沒出過漫畫書 沒有出過漫畫書 但是問題是我不會畫漫畫 所以要找人來畫 阿伯的故事 書名叫阿伯的故事 柯P與他的SOP 我在想能不能把政策 用漫畫來表現 但是我們那天其實有走到東區 看到完全截然不同的 這個南港北流的五圍牆博物館 南港是全新設計 他以前是南港工業區 千州以後 那個就整個荒廢掉 南港是完全按照都市計畫 他會比心意計畫去更成功 因為我們要漫畫的時候30年 所以他的設計是更現代化的設計 北流是這樣 他有一個主表演館是五千人 還有一個露天表演場三千人 還有那個16800跟200那樣來跑 這個流行音樂 台灣是有前途 我們只要給他足夠的能量 他可以做起來 那天我們是不是在北流的時候 看到市長致詞是有一點更不易 不曉得 其實接近任期的最後 你知道嗎 感慨越來越多 台北市在過去八年當中 整個台北市變化最大的地方是這裡 因為這都是在八年內產生的 南港平蓋工廠 到南港社會住宅 幾乎裡面的N24 幾乎裡面的大建築都是我開工的 所以就是你細心呵護長大的孩子 對啊 就是 不過是這樣 他也在長 我的東興門戶計畫 十年後他最特別的是 他有空中步道 4.4公里在空中 這個是仿照那個美國紐約克 那個海蘭泊克設計 從南港展覽館一直到北流 到北流還在下地 然後再從一個綠廊帶一直到松山車站 所以將來這全部接起來 目標就是讓台北成一個有品味的城市 回到東區門戶計畫 就是說我們在這個土地的協調啊 溝通取得的過程 其實也花了蠻多的心力的 瓶蓋工廠就有一段故事 那故事是這樣 我2014來選市長 那文資團體就叫我說 在保留瓶蓋工廠 我想說台北不需要多一棟商業道路啊 可以保留瓶蓋工廠 那你怎麼搶救回來 就南港那個瓶蓋工廠地跟立法院地交換 結果在議會就被吼絕了啊 他說立法院那塊地多值錢啊 在市中心啊 那你現在南港這個 他算一算價錢不知道差幾倍啊 後來人家就想出一個方法 就交換管理權 把立法院的管理權給國產署啊 然後那個 他南港瓶蓋工廠的管理權給我 所以在無償撥用互換管理權 為了保留這一塊這個歷史建築 所以我跟你講 每一個成功的故事後面 都有很淒慘的另外一個故事 其實我是很call的人 就是因為我很call才有辦法 省下錢來做這些 當然那個修就花了一點二億 菜料重蓋都很便宜啊 那個舊的要重建 那個什麼裡面要加強啊 所以現在讓瓶蓋工廠重生了 如果我們再回頭看 你當初還是會做一樣的決定 還是會啦 我們希望台北是一個文化的城市 其實在整合這些行銷的活動上面 當初其實蔡富也是花很多心 那五月牆博物館蔡富是總負責人嘛 我現在生病了 對啊 很可惜啊 這個 那時候都是他在統州督導 接下來 馬上就要開始疫後解封了 那市長覺得我們接下來 怎麼樣藉由這個 微牆博物館吸引海內外的遊客 讓台北更熱鬧 城市品牌嘛 口碑這個 所以我說一定要乾淨 要優雅 我在2019年 疫情還沒開始的時候 我已經去日本招募了很多學生 來畢業旅行 那一年就來了十萬個了 我那時候想 我最近高中生畢業旅行 就是很便宜 沒有賺錢 因為來台灣他看過這些以後 他回去 他以後大學會再來 有一天他出社會賺錢 他會再來 所以我們這些 無微牆博物館 我要鎖定 這個要找日本高中生 來台灣畢業 來台北畢業旅行 城市小旅行 我們就要走讀 深度旅遊 那你比方說一個 無微牆博物館 一起發現不一樣的台北 今晚我想來點真心話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